佩君就直接找朋友 上交友軟體嗎 沒有 當然是黨內的朋友 大家知道她過去就是講說 她是民進黨自己給她取的 台獨金孫之外 然後很明顯就是 她的幕僚班子不太明確 那現在當然跟這個 蕭美琴合作之後 當然她已經講了 沿襲蔡英文路線 顯然比較重要的國防外交 可能也會延續她的人權 跟我理事在英德 在過去黨內就是姑娘 本來就已經沒什麼朋友 現在剛剛淑慧講得沒錯 又被前有蔡英文後有蕭美琴 感覺她怎麼還是二把手 她在自己的新的內閣裡面 要建立自己的賴系 我覺得恐怕沒有蔡英文這麼容易 特別是在沉襲小英的路線之後 很多的重要的首長 必須還是用她的人的情況之下 那特別是她2019年 在跟蔡英文初選的時候 當時也身上招了不少劍 得罪了不少人 那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還留下伏筆 所以再加上她現在說 表面上說退出新潮流 我是不信 因為新潮流那些大頭們 都還是賴清德門 都還在位子上 但是她形式上的脫離 那這個實質上 有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班底 會不會讓她在整個 成為總統府裡面最孤單的那一個人 就是她接下來 我覺得她今年要好好找朋友 請問她說 請問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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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